那你提分手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 哪有女孩天天把分手挂对边的 好久没给你视频了 对你怎么样 老样子 Tina前段时间住院了 她也没有给我派什么重要的工作 现在不用加班了 还有一些不习惯的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再做策展员了 想我了吗 想 这次培训 据说我的成绩是最高的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这次的培训内容之前我都学过 再有一个月 这次管理培训就彻底结束了 奈奥米已经提前通知我 说世上不经理的位置 应该是把势停停了 怎么样 是个好消息吧 那恭喜你 等着工作稳定下来 在这里待过了五年 我就可以深情有居了 还对了 最近通过我妈认识了一个比利时的收藏家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我想 那我们分手吧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分手吧 又怎么了 怎么我一提永居你就这么打意见呢 才五年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了 我没意见 我也不想跟你吵 那你提分手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啊 哪有女孩天天把分手挂腿边的 黄英梅 我提醒你 你要是再提我也可以当真了 这次是认真的 unconscious 你要是最爱的 不要 那你就认真的 对 klar 现在当真有的 非常的拍一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